字幕志愿 吉林 坐下 潘副主席 林秘書長 今天我們的長官 有來在這裡 各位我們的董心 跟我們今天 今天是一邊來的這些學員 大家安安 大家好 不知道我說 我們本土的台灣話 大家有問題聽不懂 聽不懂的騎手 我儘量 我用普通話 OK 好 那我就盡量用普通話來講 首先要歡迎 大家 在這麼炎熱的天氣 然後來參加我們 法理建國學院的 大專生的夏令營 第三屆的夏令營 等一下 我們還有 十二個 這個原住民的學員 要來參加我們這一屆的這個 法理建國學院的 研習營 另外明天 還會有我們的 童心 我們講童心是因為童心協力 達成目標 不用這個傳統他們講的童字 明天還有一些童心會 到我們這個現場來 另外 有些人 有些童心 他參加這個 這個 這個 允許會以後呢 都喜歡在第三天的時候 來跟大家 這個聚聚會 另外第三天 因為我們秘書長 那個 林秘書長 他會有 相當新的 新營的資料 或者新的形式 要跟大家報告 所以通常第三天 我們很多童心 都會 回到這個地方 來 聽演講 我們 這個 夏令營 或者是 去演習營 有以下一些課程 我簡單 做一個介紹 這個 等一下八點的時候呢 有我們 秘書長 林志森博士 他講 台灣 民政府的 願景 就是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這個vision 未來的 這個願景 這樣子 明天早上呢 有我們的 顧問 這個 Richard 哈瑟 他是 美國人 是台灣的 女婿 他要來講 美國 憲法的 基本精神 這個 我 百聽不厭 他都講的 非常的精彩 很有趣 另外呢 明天早上 還有這個 董方苑教授呢 他來講 台灣的 宗教跟信仰 下午 明天下午 我們有 潘副主席講 農場管理 跟個人健康的問題 另外 有一堂 有一堂這個 音樂課 這個 教我們怎麼樣 唱一些 跟我們 將來有關的 這些 歌曲 還有 我們一個 司法部長 這個 林永成先生呢 他要講台灣原主民 我們不稱原住民 他本來就是主人 是原來的主人 原主民 他的歷史 過去的發展歷史 跟未來的展望 怎麼樣 明天晚上呢 由郭恒彬牧師 他來主講 正確的台灣史 正確的台灣史 我們知道 這個 殖民政府 流亡政府 為了要方便他的統治 就扭取了台灣的歷史事實 來 來 方便 來詐騙 我們本土台灣人 讓我們本土台灣人 忘了 我是誰啊 忘了自己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啊 結果 跟他一樣 自以為是 中國人啊 然後 就聽他擺佈 任他去 剝削 這段歷史 當然不一定會講到 近代的部分 但是 我們一定要知道 1945年的 10月25日 是 軍事占領的紀念日 不是台灣光復節 因為 舊金山合約 根本就是 日本放棄台灣 是懸空割葬 由 美國 軍事占領的主要占領全國 來 占領台灣 不過因為當時 美國在二戰的末期 死傷慘重 所以呢 他就 他就委任 這個 蔣介石集團 他們不稱作 中華民國啦 委任蔣介石集團 派他的兵 來佔領台灣 但是呢 因為 因為當時有兩個問題 一個問題 就是說 中華民國以前 中國啦 在以前 歷史的這個文化觀念裡面 是以戰地為網為主 所以呢 他佔領台灣的時候 就聲稱 他是台灣光復 所謂光復是 失而復得 另外一個 錯誤的這個 處分處理啊 對這個問題的對待啊 也是我們的前輩的前輩 目前大概九十歲 一百歲左右這些人啊 在戰爭的末期 本來是日本 台灣人 但是 日本戰敗以後呢 因為 他以為是 美國跟中國 是同盟國 他自己是 漢化的平衡族 或者留有一點 這個 越南人的血液 有中國一點點血統 然後他自以為是漢人 所以他們叫做 祖國派 喔 當時在日本的 留學生有 台灣的留學生有 三萬人啊 有八千人啊 號稱祖國派 歡欣鼓舞 也是 沒有正確的歷史觀 歡欣鼓舞 從戰敗的台灣 日本台灣國民 一夜之間 他變成 戰勝的 中國人 以那個姿態 回到台灣來迎接 回到台灣來迎接 這個 蔣介石集團的軍隊 一直到 228事變 1947年 只不過 一年多 還不到兩年 就發生 228事變的大屠殺 這些 祖國派的祖國夢 就睡了 喔 那 當然有的逃亡了 有的死掉了 有的呢 就開始 進入寒蟬 有的比較積極的呢 就在日本海外 從事台灣獨立運動 到現在大概已經快六十年 但是我們知道 他們走的路 大概是走不通 所以 並沒有明顯的成就 所以 這個 各位學員 到這個地方來 一定要 充分的 去理解 正確的台灣 的過去 現在 跟可能的未來 猶太人 有一句話說 一個人 如果 不知道他 過去的歷史 就 沒有 光明的未來 這個很重要 你對過去的歷史 都毫無所知 然後呢 你去接受 外來政權 或者流亡政權的 一些論述 就自己 忘了他自己是誰 不知道他自己 本分是什麼 那隨著人家的這個指揮棒 再起舞 永遠也走不出 他的陰影來 走不出他的這個前途來 個人也是一樣 這個集體更是非常的明顯 然後呢 這個明天晚上的八點半左右 我們有一個分組討論 希望每個學員 稍微準備一下 在分組討論這個課程之前 我希望 每一個學員 都能夠 帶他的這個 notebook 筆記本 把每一堂課 重要的要點 要做一點記錄 就是做個筆記 那明天晚上的時候呢 我們在分組討論的時候呢 可以把你個人的心得 觀點 看法 同意 為什麼同意 不同意 為什麼不同意呢 來做一些表述 提供意見 提供建言 給我們主辦單位 來做參考 那 後天呢 這個 我們的 參議院議長 張文念教授呢 要講這個 內部控制 跟會計的問題 這當然將來 假定說 有一天各位 我們是假設 我們 這個民政府 將來會 整個的 掌握到 這個 台灣的未來 安排一些 我們的同仁 我們的同學 學員 來做 政府的公務員 所以一定要懂得 怎麼樣子 來用錢 收錢 這個稅收之類的 要怎麼用出去 要怎麼樣內部控制 而不要 扶爛 開銷 不要像 國民黨 體制 中華民國體制裡面 不管是 國民黨 掌政也好 或者民意黨 掌政也好 都有一大批的 公務人員 或者是 我們的 民意代表 上下其手 違反 會計制度的原則 違反 內部控制的原則 而 浪費 民知民膏 把大部分的 這個政府的 裁員 公共的資源 放在自己的 口袋 先自毀了 使得我們 台灣六十幾年來的 建設 相對 非常的落後 按照 我們政府的 支出的規模 假使它的效率 很高的話 每一個縣市 至少都要跟 宜蘭一樣漂亮 但是我們放眼過去 全台灣走透透 大概 各地都是 百孔千倉 公共設施 尤其的品質 尤其不好 但是花的錢 是非常的多 我過去 在擔任 財政局長的時候 全國跑透透 這樣看來看去 每一個地方 都有很多 支出的肉損 每一個地方的建設 都不是非常的 這個雜實 甚至於 我們報章雜誌 都可以看到 高速公路的這個 旁邊的這個 防範這個危險的 就是安全設施的這個柱子 裡面是用保利龍的 而不是用鋼筋水泥 另外就是 像我們高速公路中間 那個分隔島 應該不是汽車可以撞過去的 但是呢 我們過去 常常發現說 有個開車的人 司機啊 他稍微不小心 他可能太累了 打了瞌睡 其實就開到對面去 撞 撞壞了這個分隔島 撞到對面去 然後就發生 人命的車禍 這個在先進國家 是看不到的 我上次有在這個地方 簡單的談一下說 我在美國 我兩次 第一次我 剛剛到 1976年 我剛剛到 芝加哥去 因為 我那時候 還非常 這個 這個支持 這個哨棒的運動 所以我就要到 蓋瑞去 哨棒的這個 冠亞軍的比賽 所以我下 芝加哥飛機場的時候呢 就 搭這個 Bus 到蓋瑞去啦 結果進入 蓋瑞的地方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 Downtown的這個 馬路啊 馬路的 一邊 大概像我們這個 講堂這麼寬 大概六線道的 中間有分隔啦 中間的分隔道 是一條 steer rail 就鋼筋而已啊 是一條鋼骨 一條 只有一條 一行 這鋼骨是橫的 然後中間 兩 上面一排鋼骨 底下一排鋼骨 然後中間有這個 另外的鋼骨 把它夾住這樣 好像柵欄一樣 我看到一部什麼呢 連結車 各位想一下 連結車 剛光那個車頭 就已經夠大了 夠重了 結果發生車禍的時候 連結車爬到鋼骨上去 就沒有垮下來 整個的 整個車頭 就在上面這樣子 然後呢 他的一半是 架在那個鋼骨上 另外一半是在道路上啊 可見這個steer rail 是多麼的這個堅固啊 這個車禍如果發生在台灣 那還得了 不曉得要死傷多少人啊 以後一定衝到對方去了 這是1976年 大概八月的時候 大概八月 二十九號還是三十號 那後來1978年 我為了要到那個佛西尼亞 去拜訪一個教授 那我就自己開車 我買了一部這個福特 貨的這個小交車啊 都還沒去登記喔 然後我就往南走了 當我往別走的時候呢 在費城啊 繞了一個多鐘頭 從四點多 四點左右 一直繞到六點多 才找到進入Turne Pike 高速公路的這個進入口 結果進到高速公路 已經天昏地暗了 然後呢 我在Hower這個餐廳啊 吃個晚餐 那剛好啊 碰到有一群泰國人啊 用什麼 用這個台語在講話 當時很少台灣人到國外去旅遊 或者去一群人在那邊 居住或者旅遊 所以我聽到這個香音啊 覺得非常親切 所以就把我的餐盤啊 帶過去跟他們聊起來了 他們說我們已經不是中國人了 我們也不是台灣人了 我說奇怪 你講的話都跟我一樣啊 他說我們的祖先在福建 但是我們現在是泰國人啊 所以你認錯啦 認錯啦 你講話跟我說話都講得通 但是我不是中國人啊 我也不是你們台灣人啊 我是泰國人啊 我們是來住在這裡 我們在泰國搬的這裡住的 整個都搬的這裡住的 所以我們整個都說 這個台灣人跟你都會通 這樣啦 他們已經不認同中國人了 所以中國人他們說 喔 海外的僑胞都是我中國人 沒有那個事情 你在泰國就變泰國人 在新加坡就變新加坡人 在印尼就變印尼人 在馬來西亞就變馬來西亞人了 所以應該這樣看 結果 跟他們聊到後來已經七點多八點了 喔 我一出離開Hawker的時候呢 就趕快趕快要趕快回學校去了 所以快馬加鞭 結果呢 因為我的車燈很低 那個地方在這個修路 那有障礙物在中間 我剛好走內線 當我看到那個 有障礙物的時候 大概在時鐘那個地方 我的車速很快 大概是95 95公里的速度吧 它合理的範圍應該是90公里 當時是55公里 大概88公里 但我的速度大概再久 因為斜下坡 下坡的關係 結果很快就衝到那個什麼 障礙物了 我的車頭就王左拐 撞到一樣 撞到一 也是一排而已 steerrail 結果我就昏倒了 撞一下我 整個人就因為 所以各位開車一定要怎麼樣 一定要綁安全帶 這是一個好習慣 另外 手一定放在 左手放在十點 右手放在兩點 我們在美國學開車 就是這樣的規定 所以我剛好是 左手放十點的地方 右手放在這個方向盤 兩點的地方 就撞了一下的時候 我這個整個額頭 就撞到手 所以這個手 兩隻手痛了一個多月 還有安全帶這個肚子 肚子也痛了一個多月 頭也痛了一個多月 但是人沒有受傷 當我醒來的時候 我已經在什麼 在side walk 兩個車道的外面 這邊是山 所以我的車子就在side walk 這樣子慢慢的往下滑 有兩個美國學生 大學生 就跑過來 問我有沒有受傷 我醒來的時候 滿天星斗 然後我摸一摸 並沒有流血 我就停住車子 停好車子兩個大學生就過來 問我有沒有受傷 需不需要幫忙 我摸一摸沒有什麼關係 然後我往回頭看 山坡上啊 好幾個輪胎一直往下滑 我說慘了慘了 一定很多車子給我撞壞了 所以他們輪胎都掉下來了 就這樣子 來不及看 看我的車到底發生什麼了 那兩個大學生說 我們已經打電話給什麼 給警察 警察馬上來 結果我都來不及看我的車子 發生什麼問題 警察真的就到了 警察到了怎麼說呢 他說啊這個警告系統啊 太高了 你的小車車燈太低了 所以你根本都看不到 他說不是只有你 這一步是發生車禍 很多車子在這邊發生車禍 你要告州政府 你告州政府我作證 你可以獲得五千塊 至少三千塊的賠償啊 這在台灣可能嗎 我們警察一定為政府講話 一定把你逮住 沒有打你已經算客氣了 完全不一樣的啦 好過了一個禮拜啊 因為我就叫那個警察 他就跟我講 他說我找了一個 這個拖車行 把你的車子拖到那個 Garage Garage 就去修車廠了 然後就給我那個 拖車行的電話 還有可能去 Garage的電話 那我就跟拖車的人 聯絡就知道是哪個Garage的 好一個禮拜以後呢 我就有一個這個 台灣同鄉會的李先生啊 帶我去看車子 那個車子已經兩個 兩個燈都挖進去了 你知道我們就可以想像 他已經第一個 撞過去的是左邊的車燈 然後車子就後退 但是他還是往左邊來嘛 所以第二次撞了說是 右邊的車燈也撞下來 所以兩個車燈就挖進去了 然後那個Garage老闆跟我說 你真厲害耶 你的引擎都斷了 你都沒有怎麼樣啊 引擎都斷成兩塊啊 我人都沒有受傷啊 那表示什麼 如果衝到對面去的話 那天剛好是long weekend long weekend的話 往南走的 回到費城的這個車子 非常多 我一定在那邊撞死了 如果在台灣的話 就早就不在這邊了啦 沒有辦法再在這邊講話 你看 這公共建設是影響人民的權益多大 所以啊 這個會計之路跟內部控制 就是告訴我們 怎麼樣子來做政府的內部控制 讓我們公共建設 能夠改善 這個是攸關每一個人的生命跟財產啊 我們看每年每年車禍死掉的 受傷的 殘廢的 有多少人 那可以可以想見 這樣的一個流亡政府 他照顧的是自己的利益 絕對不會去考慮 被統治者的利益啊 所以就是 這就是為什麼嘛 我們要成立民政府 成立法理建國會 來從事 國家建設的這個 奮鬥 這是各位一定要去了解的 那 後天早上呢 還有音樂課 另外呢 我們的發言人 那第一 小姐要來講 美國五角大廈 對台灣的布防 這個應該是精彩可奇的 那後天下午 就是我們林秘書長 在主講這個 台灣國際營業之道 在波雲詭決的 國際局勢中 我們台灣怎麼樣子 能夠在這樣一個環境裡面呢 自立自強 達到我們自治跟建國的目標 最後 在三點左右 那大概都是三點 或者三點十分 我們就 來個閉幕式 那我大概講幾句話呢 我們大概全體合照 明天下午的拍照 每個人都要照相 照相 因為這個要提供給 美國方面的人來參考 那照相以後呢 大家就可以回到自己溫暖的窩 那這個課程 整整的兩天 在一個晚上 如果說把今天晚上的時間 挪到明天下午的三點到六點的話 當然就是整整兩天 時間非常有限 但是課程非常的緊湊 那我們希望各位學員 在聽了這些演講的時候呢 會發現 這個過去所學 所見或者所聞 跟我們在這邊的演講的內容 訴求 容獲有些差異 那有這些差異的時候 請您一定要用心去思考 為什麼 你在報章雜誌看到的 在電視上看到的 跟我們這邊的論述 是有這麼大的差異呢 你要用腦海裡面去想 去想為什麼會這樣子 那到底誰是 誰非 這要做一個判斷 那我首先要跟各位報告是說 做一個殖民 或者流亡政府的體制裡面 他是最怕什麼 最怕我們本土台灣人 了解真相 所以他從來不會把真相告訴大家 比如說去年 這個美日軍事演習 如火如荼在進行 在日本海 東海跟菲律賓海 從事那一個七天的演習 這麼大規模 六萬個 六萬個這個 軍人啊 參與的演習啊 我們台灣都沒有報答 還有 這個千仁崗基地 已經跟我們美軍進來 駐在這個地方了 台灣的報紙都沒有報答 還有去年 六月二十九 簽了ACFA以後呢 六月三十號 美軍太平洋艦隊 必須艦隊啊 進駐左營 他也不會報答 大概就TVS講一次 就被制止了一樣 被stop掉 說你不能再講下去了 所以 我們看我們的報章雜誌 我們的報紙 拿起來大概三分鐘 頂多五分鐘可以看完 為什麼 了無心意 而且國際問題都不談 都不討論 都沒有深入的分析 也沒有去深入的探討 那我們看民意論壇呢 也很少去談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這個大部分的這個學員 幾乎所見所聞 都是可以說是這個流亡政府 容許放出來的一些老舊的訊息 或者過期的訊息 或者不重要的訊息 至於重要的 跟本土台灣人的權益有關的 這些重要的訊息 絕對不會放在報紙的頭條 或者是新聞媒體 電子媒體的這個頭條 特別是 像我們的這個 電視的這個新聞報導 從來不會講的 就是我們的政論節目裡面 也都是輕描淡寫 我記得秘書長曾經說 他到這個三立電視台去講的那些問題 講的發表的那些意見 都到後來都被抹掉 不讓大家看到 不讓大家聽到 所以這樣子一個封鎖消息 不讓人民獲得真知的這個政府 可見他是非常的虛偽的 他為什麼這樣做呢 因為他非常的虛心 為什麼要非常虛心呢 因為從第一天開始 他就是假的 什麼叫第一天開始 就是1945年10月25日那一天 在台北市中山堂的壽享典禮 有中美英書四國的國旗 不是只有中國國旗啊 從那一天開始 他就完全都是假的 那因為他們有一句saying 就是諺語說 謊話講一百遍 就變成真的 既騙自己也騙別人 我記得我當時在軍隊的時候 他說大家都走錯了步伐 那就是對的 在行進的時候 提政府的時候 我會有一個一兩個人跟不上去 會走錯步伐 但是教官怎麼說呢 說 只要大家都走錯步伐 那就是對的 那代表什麼 只要大家都相信這個謊言 這個謊言就是真的 而事實上是真的 不是真的 只不過讓大家 誤以為事實這個樣子而已 66年來 台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 來做一個不正常的發展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台灣 並不是一個公益的社會 也沒有真正的自由 民主跟法治 怎麼說呢 我們講民主 按照道理 所謂的民主 就是兩黨政治或者三黨政治 或者多黨政治 那麼政黨的競爭 是應該在公平合理的狀態下 狀態下 大家來競爭這個民眾的支持 來競相爭取選民的支持跟選票 但是我們看台灣的選舉 有哪一次是真正是公平的競爭 Never 從來沒有 為什麼 哪裡有一個國民黨 它有很多的黨產 它每一次選舉 就給它的候選人 一些補助 還有容許他們 在這個 勝敗的邊緣的 那個情況之下 去買票 而買票呢 都是公然的 即使有人這個密報 有人這個舉發 到後來都是不了了之 或者 他已經候選人已經當選了 被揭發的時候呢 訴訟好幾年 他已經卸任了 才做宣判 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他既然 選舉的時候買票 花了很多錢買票 他在當選以後呢 他就一定要拉回來 這個事實非常明顯 我個人的經驗 我在憲議會開會的時候呢 因為我講真話啦 對議員來說 很懶惰的啦 很懶惰的啦 就把我罰贊 罰贊 我當然後來會 我公開的不能去抗議啊 我只好是站在門口去啦 但是我就跟他講 我說你這樣態度不好 這樣對我來說是非常的侮辱啊 他說我花五千萬去買票 當選了耶 我給你發責騎五千萬 價錢 我只要花五千萬 才有幫你發騎 值得啊 常常他在罵議員 就說我好幾千萬去買票 才當選了 我跟你講幾次這個重話 那你應該感到光榮啊 類似這樣的 非常奇奇怪怪的思路 或者是想法 就是大部分都是買票的 國民黨議員大部分都是買票的 當然啦 我們後來也沒有 沒有辦法去否認說 有些綠營的民意代表 或者是政府首長 他也有可能買票 這都是因為選風不好 但是整個來說呢 整體來說 還是不公平的 因為哪有一個政黨有很多黨產 我記得在十幾年前啊 1996還是98的時候啊 這個Economist The Econist 就經濟學人雜誌 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 說他們估計啊 國民黨黨產大概上兆 一兆 一兆的台幣以上 一兆台幣以上 據我所知 大概在三十幾年前啊 黨產已經漸漸的分散 我們看這個很多黨產啊 他們變賣之後呢 到海外去搞一個什麼基金 然後就變成這個海外的這個什麼 回到台灣來做什麼股票的炒作 跟投機 那當然會怎麼樣呢 他們這樣的配合是配合什麼 配合政府的覆盤 像今天 一開盤就跌四百四十點啊 然後盤中又升到這個三百六十幾點 這都是覆盤的結果 但最後不敵這什麼 風頭的灌壓 所以跌了四百六十或者七十幾點 就常常有這些事情產生 就是說 國民黨在海外成立一些基金 像華夏啦 或者什麼的啦 然後回到台灣了 就變成外資 那外資呢 就跟這個 政府的操判人來配合 然後呢 大賺幾錢 那就是 從三十幾年就開始安排這些東西 所以假定說 一九九八年或者九六年 他有一兆台幣的話 恐怕在三十年前是 不止那麼多啦 不止那麼多 所以總的來說 整個選舉 是不公平的選舉 也就是說這個民主 是假的民主 至於自由呢 自由的東西 按照道理是應該 人人都是自由的 但是在台灣我們可以看到 有些人是有比較多的自由 有些人的自由是相對的少 比如說有一些特權階級 特權階級 像 我所知道的這個捷運啊 工程啊 特別是台北捷運 台北市的那個捷運系統 五千億啊 那不是普通人可以去得標的 一定有某些特權階級 在參與投標 他得了標以後 並沒有真正的去操作 而是層層轉包給他的下游 那下游他還是賺錢的 那這中間不必去打理這些工程 他就可以賺很多錢 這就是特權啦 也就是說很多事情 你沒有背後的背景 是不可能去參與的 不是人人平等的 按照道理是 人人平等 按照你的規定 只要合乎你的規定 你的廠商 你的資本的搭到什麼程度 你是甲級的 或是乙級的 或是頂級的 這個營造廠 你都可以參與投標的 但是情況不是這麼簡單 他可以借牌 他可以借牌 這就造成不公平了 比如說有一個背景很大的 有特權的階級的 他可以借一個甲級的營造廠商的 這個牌 然後去參加投標 然後他得標以後呢 他就層層轉包給其他的 其他的營造廠 然後他大賺其錢 我記得1989年我回來 從一個飛機大概是 陳其里也是搭那個飛機 因為我是從那個舊心山回到台灣 然後過了一年以後呢 他說啊 陳其里賺一百億 我跟我太太合起來就賺多少 我跟我太太合起來賺一百萬 差這麼多 一百億跟一百萬差幾倍啊 一百倍啊 不止吧 不止一百倍吧 差不多 我沒有算過耶 怎麼會差那麼多 我們兩個人 我們兩個人賺錢耶 他一個人就是承包捷運工程 然後就有坐在辦公室 那麼層層轉包 這裡標 這裡轉包 這樣子 他一年以後就賺一百億啊 報紙也很大膽就這樣把它披露出來耶 顯然這是很不公平的 所以自由是特權階級的自由 或者是統治階級的自由 而不是我們聲斗小民的自由 我們聲斗小民的自由是甚麼 以前 連批評講家都不可以 各位 學員大概現在都是很幸福啦 因為最近 最近看報章雜誌說 報紙說 校園裡面 從今以後 不再有職業學生啦 不再有抓耙子啦 那可見 在五月底以前 我記得是五月底的報章雜誌 報紙寫的 在五月底以前 校園還是有這個職業學生啦 我們在唸台大的時候 大概是四十幾年前啦 我是1965年進去的 1969年大學畢業 1973年研究所畢業 在那個時代 每一個班級都有職業學生 每一個班級都有那些抓耙子 然後呢 我不曉得有沒有台大的同學來 有沒有 台大有一個叫做孔之中辦公室 就是教官的辦公室 而教官呢 就是在掌控這些職業學生的 匯集這些職業學生 對同學打小報告的資料 然後給不同的同學 加以這個 比如說管和考制之類的 看有沒有參加部法組織 或者繼續再批評蔣介石老總統 或者蔣經文 或者國民黨之類的 如果有的話 不嚴重的話警告 嚴重的話怎麼樣 要告訴他的父母 或者嚴重的話 要去教官室 要去問東問西的 那顯然的話 我們可以知道 只要你是職業學生 你可以放眼高論 你是這個流亡難民的 這個下一代年輕人 在念大學的 那你參加了什麼 什麼學會 參加什麼學會 比如說台大有一個絕迷學會 絕迷學會 當然就是國民黨的 內部的這個重要的組織 那裡面的成員 大部分都是職業學生 大部分都是極右派 職業學生在打小報告的 那也有少數的台灣人 台灣同學參加了 這當然是國民黨裡面的 這個 受到國民黨的遺毒 所以他不知道他自己是誰 然後就站在那個 這個殖民流亡體制的那一邊 來對自己的同胞 做打小報告的動作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哪裡有什麼真正的自由 你不能夠自由的發表意見 所以我在大學跟研究所 很少寫文章 我知道這個寫文章 是會獲罪於上面的 因為我們後面什麼 沒有背景 所以沒有三兩三 不能上兩三 所以也不能夠貿然參加政治活動 更不用講選舉了 如果你不是他的人 不是國民黨的人 你要出來選舉跟他對抗的話 就查你祖宗三代 罵你祖宗三代 甚至騎工騎工 找一些小毛病 把他放得很大 用放大鏡放得很大 把你劈得體無完乎 所以可以說你便做順民 你做他的抓耙子 做他的職業學生 做他的馬前竹 什麼事情都可以做 做壞事都可以 做肩翻科都沒關係 只要你要跟他不同意見 要跟他對抗 你在怎麼樣子 守法 守規矩都會找毛病 挑女的毛病 所以這樣的話 有什麼自由可言 所以我們說 自由平等 一點也不平等 法治更不用講 長期來 徐水德先生 以前國民黨的秘書長 宋楚瑜不當秘書長以後 徐水德當秘書長 他說法院是國民黨開的 這句話真的講得很貼切 有錢判生 沒有錢判死 有關係就沒關係 沒關係就有關係 這叫法治嗎 這叫法治嗎 所謂法 變成行不上代夫 這個中文化傳統 行不上代夫 官做得越大 不但錢越多 權力越大 同時犯了錯 也行不上代夫 治叫做法治嗎 所以我們看 這個提在人民頭上的 蔣家政權 完全默示法治 所謂法 這些法律規定規章 都是要你們 要我們這些 配同志者來遵守的 你敢不遵守 隨時可以判你罪 處分你 但是只要他的人 就是我上次畫的圈圈 蔣家政權周邊的 清邦鴻門 情治系統 只要是他圈圈的人 或者跟他圈圈的人 有沾上邊 就是有了關係了 有了關係 大家都是自己人 好說嘛 有話好說嘛 就是以大事化小 小事化武 就用什麼來解決 用錢解決了 這樣哪裡有什麼法治呢 所以我們看66年來 所謂的民族 自由 平等 法治 都是騙人的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 在忍無可忍之下 在綠營 不管是民進黨的 跟國民黨的 這個 這個 鬥爭 或者是 這個 台獨分子 台獨聯盟 他們對抗 這個流亡體制 對抗這個殖民體制 的鬥爭一樣 但是我們看 他們鬥到最後 都迷失了方向 所以呢 我們很幸運的 在我們秘書長 林志生先生的這個 領導之下呢 我們首先 從國際法的角度 從戰爭法 軍事佔領法的這個角度 從人權公約的角度 來爭取 台灣人的這個人權跟 自治跟建國的機會 當然 我們這裡面 講的很簡單 事實上 從2006年 10月24日開始 就向美國 提出 關於台灣人權的訴訟 所以 從這裡 打開一條血路 當我們本土台灣人 走出一個 光明的這個 康庄大道的出街 所以我們非常高興 今天 有 這麼多人 等一下還會有12個 童星要來 明天會有更多人 都要來 參加我們這個 袁錫營 夏令營 我們現在 這個地方 我們有 八九個 十個左右的 新的成員 非常高興 非常 歡迎你們的 參與 你們的到來 那我相信 這兩天 足足兩天的這個 課程 內容 一定是非常充實 給各位 會有很多 啟發 那我相信 在明天 後天 這個結束之後呢 你們會發現 你們的觀念 會得到一些許改變 即使沒有 你就放在那裡 裡面 一而再 再而三去思考 用腦筋思考 不要用你的膝蓋想 為什麼 我們告美國 告到美國去 告美國證明說 你完全忽略了台灣的人權 你 派了一個 這個貪污 腐化的 這個 蔣介石集團 到台灣來 居然在這邊 這個 這個 壓迫 或者剝削 我們不弄台灣人 打了66.19 你要還給我們 不弄台灣人 一個公道來 法院的宣判 是令我們興奮的 所以 法院的宣判說 第一個 台灣人 沒有國籍 台灣人沒有 國際承認的這個 政府 那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是沒有國際承認的 這是假的 那另外就是說 本土台灣人 這個長期 生活在政治 煉獄之中 各位 這三點就夠了 然後他 第四個是說 美國行政單位 行政部門 有義務 幫助 這個原告 原告當然就是 我們林秘書長 帶領了228個 228個 本土台灣的代表 去告美國 政府 告到法院去 這個美國政府 的行政部門 有義務 幫忙 原告 達成他的 要求 跟他的目標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今天 成立了這個 民政府 還有 大大方方的 非常公開的 在這邊辦 演習會 這個 下令營演習班 然後呢 我們希望有很多 比 現在更多的 我們現在目前 大概700多個 有更多的這個 本土台灣 同胞 來參加我們這樣一個 演習會 跟演習演員 接受這樣 觀念上的習禮 重複了解到 我們的過去 現在跟未來 要走的方向 到那個時候 我們相信 中華民國流亡體制 中華民國 知名政府 大概就沒有 顏面 在這個地方 繼續 混下去 來逛街